贾静雯对不不微不至,却让玻妞独自乱吃东西,好妈妈人设遭质疑。 贾静雯一家四口可以说是妈妈是超人当中最忙碌的了,不仅要为观众展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贾静雯和修杰凯还要不断地伺候两个宝宝吃穿住行。 看了四期节目之后有网友注意到了一点,在贾静雯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的时候,对大女儿步步的关心明显超过小女儿播妞,很多细节都已经展现了这一点,贾静雯好妈妈人设也因此遭到了质疑。 在节目中,布布拨妞还有贾静雯三个人坐在家中的客厅玩耍,贾静雯要求布布学习保护牙齿的知识,用记号笔在杯子上画了几只小虫子,随即让布布用牙刷刷掉,洁白的牙刷都被刷成了黑色。 布布布站起来要去水管前把牙刷冲干净,贾静雯不放心随后紧随而去,只剩下波妞自己在地垫上玩耍。 布布完成ato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充满新鲜感 拿起步步化了记好笔的杯子就啃 弄得满嘴都是黑色的污迹 记好笔的制作成分含有化学物质 难免对波妞的发育产生影响 甲静文回来 后看到波妞满嘴黑乎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开口大笑 而不是想着给孩子竖竖嘴 最后也只是用毛巾给波妞擦了擦 结果没过三秒波妞又拿起了另一个东西开始吃 令人大跌眼镜 网友淡漠也表示 感觉他们的爱都给了步步 波妞并不受宠 只能游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步步看到了妹妹乱吃东西 这一幕后也陷入了狭想 那们为什么波妞看到什么都吃 节目组也是是加入了回忆 比如波妞吃鞋子 书椅子等等 大多数是发生在甲静文盲于照顾步步而忽略波妞的时候 可见日常生活当中波妞被忽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步步步已经到了可以帮忙 妈妈做家务 替妈妈照看妹妹的年纪 但是甲静文外出吃饭的时候 却把步步抱在怀里 波妞独自放在一旁的椅子上 还是有些太粗心了 值得一提的是 甲静文家中出现了除修杰凯之外的第三个大人 看起来像是甲静文家中的月嫂专门管理波妞的日常 而录制节目期间 而录制节目期间要求甲静文一个人带两个女儿 对波妞的疏语照顾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难怪好妈妈人社会遭到质疑 其实身为明星情保姆和月嫂照顾孩子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孩子毕竟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 别人照顾的再好也不及自己照顾的好呀 希望波妞在妈妈是超人播出后可以得到重视 能够渐渐康康的成长 别让波妞成为第二个安迪